这里是位于深圳东南方向 240多公里处的 刘花油田海域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家伙呢 他就是搭乘亚洲最大下水舶船 海洋石油229号的 海基2立在海底的那个大长腿 他的用钢量 接近于一整个的长距离拖航呢 刚刚抵达这一片施工海域 导管架相当于基座 将巨大的海上油气生产平台 托举在海面上 海基2号总高度达338.5米 超过北京国贸三期主楼高度 是亚洲高度和作业水深最大的导管架 由于海基2号的巨大吨位 超过世界最大起重船的吊装能力 此次海上装采用华仪下水方式进行 这种方式是利用导管架自身重力 并配合液压千斤顶助推 使导管架从舶船平稳地滑入海中 再通过导管架注水和船船 辅助乡齐的方式实现扶正坐地和精准就位 海基2号安装后将应用于流化111油田 这个油田是迄今为止 我国海上发现的最大焦灰岩油田 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过一吨 近年来得益于油田开发技术持续突破 油田采收率实现历史提高 延长寿命近30年 海上的深水区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 项目团队首次将导管架平台 应用于300米以上水深海域 相比于以往全水下生产系统开发模式 大幅降低工程建设和生产成本 大幅降低工程建设和生产生 延长寿命近30年 减充平台 三亿